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刚刚在上面其实聊的蛮开心的 那也因为今年的《小花计划》让我们平常 比较没有这么多时间相聚在一起 也藉由这样子的作品把我们连接 然后也在过程里面激发出彼此更多的一些感受 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小花计划》的发起人 也是这一次的测试 然而我是放居中的 然后大家可能会常常看到我并不是在展览的部分 而是在设计 然后有的没的 我就是那个最常做有的没的的设计器 那因为我也认为说一个好的想法跟故事 它并不是借由一个电脑或者是一张海报 就能够做完的 所以我试图让它从平面站起来 然后站起来之后它有了生命 在空间跑来跑去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它 也让更多人感动 所以我觉得设计或者是创意 它不应该被局限 所以在这一次的《小花计划》 有这么幸运的可以邀请到剑锡老师 跟《花花计划》公园团队 那在一开始我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花计划》的由来 那这是我的老家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起点 那这个起点就是来自于我的老家 那我的老家是平东东可能共和行存 那我们家是外省小孩 所以在这几年的确 就是遇到了所谓要拆迁 或者是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 那其实说穿了我们也不晓得 这个房子到底归属权是属于谁 但是我还是相信所谓文化保留 并不是保留房子 而是人跟生活习惯才加上房子 所以我们到现在 它还是我们家人还住在里面 但是它也变成是我 开始做《小花计划》的原因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内 去互相的提醒 也许有更多地方 跟还有更多需要被珍惜的事情 能够被记录下来 所以《小花计划》它并不是一个目的性的计划 而是一个温柔的提醒 在每一年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各位 《小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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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 手工 这是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墙 我觉得这个墙它的 我对它的印象是 因为以前的那个房子 就是围墙 它其实都是自己去赚钱 煮出来的 因为其实在以前那种 外省或是军人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其实政府只盖了房子 而没有围墙 但是因为当他们知道它又回不去了 所以他们才开始决定要定居 然后每一个月去赚钱回来 想办法去把尾墙搭起来 所以它的结构是很不稳的 所以到了现在 它已经是过了好几十年 它开始出现轻塌 或者是歪血 所以我每一次回去看 它都长得不太一样 这是我某一年回去看 好像是五年前 我会发现那个墙壁虽然开始写 然后这些居民会拿木头去把它撑住 它撑住的过程呢 在我第二年去看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砖头掉下来 第三年可能这片墙只剩一半 第四年再回去的时候 这个墙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时间改变 它会是我们的文化跟记忆 最重要的一个症结点 所以在今年 我们也用了所谓的时间 来当做是主要的呈现方式 所以在第一年开始上 这个是我的舅舅 他叫做金世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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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像 像 他也是 用了他在收护士 因为其实我们家剧 从常就是 我是从常听护士长大 因为我的外公是飞行员 然后外婆是英文老师 可是我们家的剧情 就跟那个一把亲密模一样 就是我外公开飞机去拔我外婆 真的是认真 所以然后再加上我舅舅 东西私用 东西私用 对 所以在一个家里就是有很多故事的动态之下 我也很喜欢讲故事 然后跟着舅舅 跟着我们生长的一些过程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年 大概是五年前的小画计划 就开始用一些摄影跟文字跟创作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台北跟台中做了很多的影像跟装置的展览 只是我们有到台中 那其实我们也探讨了 因为刚刚有讲到时间 所以在第二年开始 我们也加入一个所谓叫时差的概念 其实时差的概念就会有点像是 当我们会面临到一些长辈 然后那些长辈他可能会觉得他老了 身体也旧了 他可能没有反应 你会认为 有些医生可能会觉得他是失智 有些人可能会是他就是身体退化 但其实我 因为我外公跟外婆到现在还 还住在那个共和青春 外公是104岁 所以外婆是98 所以外婆的状况比较不好 但是在某一年我发现 我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外婆 就是我们有了时差 这个时差不是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差 而是当你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你会很像旅行家一样 都会回去你最向往的那个年代 所以他们常常会不在现在 就是比如说你跟他聊天 他都会说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 你小时候有吃旅行公司 有什么都 他们都一直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 现在你跟他讲他可能好像就忘了 所以我就用很可爱的方式形容 他们在旅行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 我也从长者的状态 来表现时间 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展出的方式 当然还有一些 希望各位参与者留下的物件 然后这是那一年 有邀请那个 你看得出来是谁吗 小英 小英 你懂一懂 对所以 就是我们也从那一年开始去记录了非常多 大家对于时间 对于记忆 对于我们想要再做做点什么 去提醒自己 然后来奉献很多 虽然我们在前几年做的规模都没有这么大 但是其实还是总有开始 如果你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 所以我们也想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像这样子的累积 然后甚至像我们到台中做巡回 甚至我们也结合了VR 就像这一次我们有结合不同的技术 在第二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尝试着用VR 去记录 不管是台北 新竹 跟高雄 还有屏东 这些即将消失的地方 带着大家 好像可以用VR去走到巷子里面 去感受这些人的居住的状况 所以在 这是第二年 所以第二年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 剑琪老师阿 娃娃 张铁志阿 内容真 牛俊强小子 奶茶 舒一良 曉光 Ocean 其实都一起加入这个分享故事的行列 我还记得那一年 对 其实我有时候想法是比较浪漫 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就是找剑琪老师说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 你遇到了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是你的老家 你会跟他聊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摄影的角度 就像是他在跟摄影机聊天 然后摄影机就是那个很久不见的老家 他被拧人化 然后我们在那一次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过程非常的感人 就是大家都丢出了对于以前居住的样貌 甚至是他们会想要跟老家讲什么话 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拍摄永珍的时候 因为永珍他也是万神小孩 他那时候在太前住台中跟他爸爸 后来他爸爸离开之后他才搬到台北 所以那时候他会做梦 他做梦的时候就会梦到他爸爸 可是他爸爸就会在老家 所以他说他会对老家的印象 都是因为他先梦到他爸爸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 你好像已经快要忘记了那一块 在藉由像小妈这样子的作品给带出来 所以在第三第四年 我们还是运用了一些作品的方式去参与很多的计划 那这个是在那个植物园里面的一个展览馆 我去用了一些灯片跟影像的方式 吸引人们去靠近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议题是 当你愿意靠近你才会看得清楚 所以我运用了以前我在拍摄的时候 没用的幻灯片跟光桌 让大家先看到光 因为人跟昆虫都是趋光性嘛 看到光就想靠近 靠近之后你看到好像有东西 你就会更想靠近 就会像是我们不曾注意的一些社会阴影或是角落 然后我们也因为像 这是我在 村子的老家看出去的样子 因为他都会在月子里面晒衣服 所以我就把晒衣服的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作品 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是在高雄博厄的一个计划 就是我去模拟了好像正在晒衣服的情景 然后我在用我自己的摄影作品 我是去拍摄我们老家的角落 然后这些角落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角度 比如说我要爬下去 或是我要钻到什么戏凤里才能看到 就是一些很不起眼的 但是借由投影把它打在这些你要晒的物件上面 而这些物件都可以自己去移动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小的角落被变成很大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它后来被原创经历节 就是在松烟的计划看到 所以我们又一直到台北 然后一直到台北之后 他们觉得应该要再把这个概念放大 所以我邀请了三位摄影师一起加入 这是第一位杨雅春 然后它在 你可以看到它们现在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大 它是三个大墙 飘到大概也有三米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真的拿晒衣服的架子 去更换它的位置 然后它的影像记录是 它在大概十几年前待在日本的时候所记录 而且它那时候是用D8记录 所以它的画质 再加上现在很瑞利的这些展现 其实会有点冲突的感触 然后第二位是一个日本摄影师 叫托莫亚 那跟它认识是因为它是很 非常喜欢台湾的一个日本摄影师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 它在形容时间的时候却是用色块 就是它并不是用我们熟悉的影像 而是用色块的节奏来强调时间的改变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殊不太一样的民族性 就是它一用一用很礼貌 但是很有生命力的做法来做的作品 然后第三位就是这一次没有参与的五重轮 那它的进入方式就是借由它回家的过程 变成一种快速的缩影 有点像你进入到一个隧道里面 所以当你站在作品中间的时候 所有女生都快速的有一个线条 但是其实你缓慢下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回家的轴线 所以在今年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是会对我们今年的展书 还有概念非常的好奇 那我先从主思觉的概念开始分享 其实今年的主题叫做《查无词人》 那今年的计划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跟《五月天的玛莎》 还有《伤心音乐》的陈永志 我们都想要用这个主题来把一些 不曾关心过自己的居住环境 或者是记忆 或者是我们都曾经遗忘的事情 藉由流行音乐跟当代艺术的结合 去做一个很可爱的梦状 我很喜欢用可爱来形容 就是很可爱的梦状 因为其实当我们想要靠近当代艺术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很惧怕 会觉得它的高度跟我们的关系 但是也许你们都不曾去想到 也许距离我们最近的艺术 可能就是流行音乐 因为流行音乐它里面有 有歌词有歌曲 有它的故事背景 有它的情绪 它每一个部分都在释放 我在现在对于生活 对于时空背景的感受 所以它是一种很情绪式的宣泄 它们就是当代的 当代的东西 其实就像这样子给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藉由这样子非常可爱的结合 去做出了一些作品 然后这些作品 它们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 不管是音乐人跟创作者 它们藉由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 去消化出来 然后做一个很完整的分享 所以茶舞词人这个概念 也就有点像是 当你真的想起要去做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你打去的电话没有人结 你记得心被退回 所以它多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可惜 所以在主视觉上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是有一个模糊的人脸 就是一个侧脸 在左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希望 所有事情它都是模糊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靠近的话 也许它有机会再被想起 好 这是这一次参与的名单 我会发现都是英文 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国际感 对吗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这是我们包包上面的 可是这样看起来很整齐实 对 国际感 都是英文 好 这是大家快速 因为我刚才比赛说 你都没准备警报 对 我每个人都说 没准备 就等下拿出来给大家 对 对 对 好 所以我快速的用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一个展览 也是一张专辑 所以这也是真的是破天荒 我们使用了流行音乐跟搭配艺术的结合 同时它真的发现了一张专辑 所以这些不管是艺术家 音乐人甚至设计师或者是团队 是真的拥有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的说故事的方式 虽然歌曲是一样的 但是现场呢 会有现场版 可以像这条三这次 现场就有现场版 然后阿琴也有现场版 所以专辑是没有的 所以一定要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得到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最可爱的是 其实我是负责现场的排序 那我排完之后 马莎就说 那你也来想一个专辑的排序 所以 但是后来没有用我的 我觉得太爽了 但后来马莎 他的排序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用了一个帮的串场 就是上面有一个展品 是那个奶茶的录音机 它其实就是一种录音带的播放 其实它不只是把奶茶的声音 剪得碎碎的 它在专辑的呈现的连结上面 也是用了很多计算消失的声音 变成每一个故事的连结 所以在两件事情都完成之后 而且我记得好像是观看的民众发现的 因为其实网路上有观看这一次展览的攻略 就是大量认真 就是他们说 一定要先在网路上听完数位版 然后再来看现场 然后拿完专辑回去又一个翻一次听 所以有人发现 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 是哈续的大树小花 但是专辑的第一首是大树小花 所以他们就说 当你看完展览之后 就会顺利再继续往下再来一次 那 机体拨大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可爱的事情 都发生在里面 那第一间到第四间 它其实算是一个 因为其实有时候展览 它必须因应了现场的条件去做改变 虽然在这一次的作品 前面有四个是独立空间 然后他们分别的是 林强徐志炎老师 黄邦璇跟蔡宏昌是第一间作品 然后第二间是 五月天拉信跟日本人名的电机 然后第三间是 豪华朗基工跟娃娃 还有真心老师跟孔晓月 然后第四间是 佳佳根 然后马莎做制作 然后邀请下场的艺术家 米比 其实这个我已经讲了大概三四十次 我都可以超清楚 然后后来最后的大展间 我们也希望它呈现的是一个 音乐不会彼此互相担扰 所以我们用了一种耳机的方式 那等一下也会给大家 稍微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如果等一下 大家还没有上去看的话 也可以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阅读方式 那第一间的强哥的就是用影像 消失的影像 加上实际保存的画面 然后强哥他们在运用了 都马调 跟他自己的Vocal 他唱的《台湾是好所在》 然后再加入一下 那新的一种电音的连结 把它变成一种很开阔式的全新作品 有点新旧的充重 好 好 这个是他后面的那个三公常的作品 我前面 这边会带的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怕他们等一下讲不完 然后第二节呢 就是 五月天拉兴的那个 《尼克电机》的作品 那其实这一节的邀请 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许愿啊 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尼克电机》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但 你们有看过那个 有个《尼克电机》的乐器吗 对 就是那个《尼克电机》的作品 他们其实是 有点像接了家业 他们是那种电机 电子工程的企业 然后他接了之后 他自己非常喜欢音乐 就把这两片事情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十几年 真的是十几年了 他一直在推广所谓 科技跟电子 还有音乐表演 他甚至在这几年 在很多地方在推广 那个儿童的科学教育 所以我觉得他就像个大小孩 那至于为什么是邀请到阿信 因为其实跟五月天的合作非常不均 那阿信我一直始终认为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小孩 因为他的音乐里面 一直会提得到 童年啊 青春伙伴啊 梦想 所以我可以认为说 我把两个大小孩 放在一个房间里面 让他都包围着你 分享 好 所以这一次那个 他们挑选的是隐形的纪念 那阿信重新诠释之后 你的电竞 他也用了那个文库本 日本有个特殊的书的尺寸 就是你可以随身 跟膝带的一种书的尺寸 把它改成了乐器 他同时也想去表达说 现在非常多的音乐跟声音 都被电子取代 所以他希望能够回到最純粹的表现方式 甚至是可以拿在手上 所以就用这七个乐器去做了演奏 好 好 就是这七个乐器 那这七个乐器也是在这一次 算是世界的首度亮相 他现在在日本的秋叶园 你的电竞概念馆里面 其实已经看得到了 所以可以去 你们下次如果去到东京的时候 去去看 可以看到 哇 这个小花脸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我就跳过 因为我是 流给 流给 因为我给你们讲会比较轻松 到我讲过 对 但是 那你也讲会什么 帮我们两个工作 帮我们几个人处在的事 好 我觉得 其实我跟 要给大家一点点 其实 我跟他们分别都 认识一段时间了 然后跟近期是因为工作 之前有几个音乐合作 那跟 阿布格 他们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展览 跟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些私下聊天的机会 所以在 今年的展览计划开始之前 所以我又先跟阿布格 对 就有先跟他聊过 所以他对于我们今年 近大代书本 他对我 他有给我很多 很棒的想法 然后后来我在希望 绝合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形容 因为 浩浩基东给我的感觉就是很 科技 很利落 他是有结了很多互动的机制 他是走在一个 时代很前面 然后 娃娃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很温柔 很天马行空 很感性 所以 我都会说 我好像可以用一根最尖的针去刺 最软的地方 我的形容都会是那个 拇指跟指甲中间那边 你拿那个钳笔去刺的话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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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耐 所以都会 我的形容就是这样 就是你拿一个去刺 就会很痛 结果他们真的做出了一个很痛的作品 而且这个痛 他不是叫你痛 而是你自己去产生那个痛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音乐跟你一下很特别的地方 你会藉由不是主角而感到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 每个作品都很好 但是 这个作品的确是受到最大的回响 因为常常有人跟我分享 是整个 他们一直以为说 这个作品在讨论我们要珍惜世界 但是他们进去之后都会忘记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模拟 那等一下就请 呃 伙伴再做一个分 这样可以吗 好 对 对 好 那第四间的话 就是马沙加加跟丁里的作品 那这个作品 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利己 因为它其实是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机器 叫做 呃 人耳模拟的收音装置 因为通常我们在听很多什么环绕喇叭 他都会强调说 这个声音从这边什么什么好像在现场 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像是我直接听到的感觉 所以他们这一次去找了一个特殊的机器 他是真的做出一个人头 然后那个人头的耳朵是模拟人的耳朵 所以当你在听声音的时候 他就模拟去整个收那个声音 他会经过你的耳朵 然后你的耳朵传到里面来 所以他的收音是非常是接近真实的 所以在这一次你们听到的音乐里面 他们会带着我们从台北坐火车到台东的过程 都是用这样的收音 所以你带耳机听的话 非常非常像胜利其境 我第一次马上让他丢档案给我 然后我在外面听 因为他一开始是乐台的声音 然后我就开始听 然后 哪里 因为他一开始唱 哪里有声音 后来我才发现 那个是耳机里面 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去试 然后画面上我们先看到的是 新媒体出家Vivi 他是大陆出生 但是他在香港生活跟创作 但是回家对他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一个很辛苦 然后很遥远的 所以他去诠释的回家的过程 这些影像都是他去记录 台湾的基隆 然后台东 香港跟风哥华 就是他待过这几个地方的一些过程 还有他特别去记录 但是他影像却是处理的非常的浓烈跟拉扯 是因为其实我们要到这些地方都要过海 所以他有派水跟海的感觉 但是他觉得这种浓烈 水已经像火了 所以他第一次给我看档案的时候 他说 我有问他说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第一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用红色 因为他说对他来讲 这是一种很浓烈的一种情感 他想要表现在音听音乐的反差里面 所以大家等一下是可以去感受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大空间 那大空间我们在这次 运用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耳机的悬调 因为其实 现在有非常多的展览 我们可能会去看他的空间 去看他可以拍照打卡 可以看一些很炫的效果 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却希望 你只有耳朵跟感受 所以在这整个他隔间里面 并没有任何的隔间 每一个作品都是利用的一个光源跟耳机 然后这些耳机会排出了一个正法 它是一种仪式 所以当人们看到耳机 就是想去戴嘛 当你戴的时候你就包围了作品 所以好像人就变成了隔间 人就变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等一下上去感受的时候 你们才会发现 原来我们都会是大展间的一部分 所以当你在听的时候 也重新了去表现了你对音乐的重新感受 还有作品的重新感受 所以在这个展间里面的每一个作品 其实都是有属于他自己的排列方式 你们可以去观察 然后我刚刚也有跟很多伙伴说 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跟我说 我们这次的音乐非常好听 他们是真的很惊讶 就说哇 你们是怎么可以做出像这一次的 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呢 然后我就说 其实这些歌每一天都在诞生 就是这种音乐的能量每一天都在发生 只是你们都没有停下来好好的听它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影像也好 触觉也好 感受也好 空间也好 或者是真的改变了听音乐的角度 我们都可以去重新思考 其实这些离我们真的很近 只是我们都不要忘记他们了 好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 里面的一些音乐作品 这是鞋子蛋 等会的东西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之后可以还是有拍照打卡的地方 不小心还是学 对对对对 现在才来一定要学 必须 对 所以大家可以也把自己 变成那个影像的一部分 因为它这个技术叫City Scan 就是有点像你在扫描的时候 你去拖动那个纸张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一种变形 它其实就是利用了类似的概念 只是把它变成立体 而且大家等一下在玩的时候 可以去感受一下 它并不是一个平向 就是一个平面的波移而已 它是一个立体的 所以你会发现人走来走去 会变成穿梭在层次里面 或者是你可以原地旋转 也变成螺旋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 一种新的技术呈现 所以这个你在玩的时候 就好像回到了很小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叫做 《我梦见的小云道》 好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特别 它是英雄跟 《欣欣胡子》 《齐正涵》跟佳泉的作品 这个我大概讲一下概念好了 就是 当我们在跟英雄聊 它想表现不想失去的那种 民俗经历的时候 我们都来说 哇以前那个烧纸张 因为其实纸张 大家可能不晓得 纸张它并不是只是 有人离开的时候才要烧 搬家的时候也会烧 然后喜事也会烧 所以时间的流动太快 我们只记得它背上的那一块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在烧纸张的时候 就是把好的东西烧给 亲人啊 朋友跟祖先嘛 这是一种祝福的传递 而且都要烧很好的 豪宅 民车 ipods 等等等等 都有 然后英雄都会说 对啊 像我们现在做完音乐 你要上传到云端 所以我们都在往上烧 就是我们都把好的东西往上烧 所以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次的作品 所以你会听到音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开心的 是因为它把这些悲伤的意象 都转换成一个像party 所以你走到那个房子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我们传统的模样的后面 是一个欢乐的聚会 是一种开心的聚在一起 好 那这个是宇宙人跟祭云的作品 还是一种这样触碰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的那些影像 都是即将要给电子化取代的物件 跟影像 所以当你去触碰的时候 宇宙人的歌 就会被干扰 他同时想要去讲的就是 你的吸收跟阅读方式跟进化 多了真的是好吗 有时候我们已经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它的速度是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你因为触碰 它会越来越削弱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阅读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作品 好 我讲快一点 好 那这是告武人的 那告武人的作品里面 它其实就是 你去听它的歌叫做《路》嘛 其实你在听的时候是很辽阔的 它的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辽阔 但是它的作品的实体作品 我呈现却是一个很微距的 你必须要站在前面 它才会开始有反应 所以这也是一种 当每一件小事在你心里 呈现下来愿意去接受它的时候 它可能是最伟大的那个支撑 所以左边的这个作品 它其实就是一个家的形状 所以当你站在前面 它会顺时钟的还是转动 而且它是一个好像摇摇欲坠会滑的 但是它都不会滑 因为它就是家 因为家有我们的感觉就是它老了旧了 但是它其实永远都在那里 好那最后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后一个大树小花 其实在这整个展间里面 并没有一个顺向 就是你想要先看哪一个就可以 所以并不会说哪一个是最后的作品 但是 比出口最近的作品 就是哈雪大树小花 它想讲的其实也是时间 所以我会发现 它跟李继伟做了一个作品 就是 它把冰箱来象征有效期限 当你在有效期限里面 你硬想要把时间跟生命给停留住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突变 所以你近看那些作品是一些很像 内脏的外露或者一些突变 就是我们无法去活生生的把它卡在那裡 这是一种无法去改变的 当你想要突破这个有效期限 你可能马上就干苦 就像冰箱上面的植物体一样 所以在最后 它其实是有点悲伤的 在整个的作品看完 展场看完之后 其实在最后的楼梯间会有一句话 就是 那你不想失去的那件事情 就是 我相信这是 在于这一次整个展览 你因为什么来 你因为五月天来好了 你因为承练其好事来好了 你因为你喜欢的团体来好了 但是你走的时候 必须要带走一个题目 你愿意来思考 就是你因为什么来带什么走 这一次的展览才算完整 所以每一个人 不管你听过的音乐 来做过展览 都会是完成作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 所以在这一次的所有东西 我们都把它再转化成 大家可以带回去的作品 所以在这一次 不管是在专辑 或者是 可能的延伸的创作上面 都会是跟作品有关 像我们这一次的限量的专辑的工面 都是这五年来 我们的影像跟文字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重新打成纸浆 再重新结构 变成了纸 所以这一次的纸 其实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你们现在虽然只能购买到 简易 平装版的 但是我也相信这就是一种作品 它不会因为展览结束就消失 这也是我觉得是这一次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你虽然来现场看过 来听过这些音乐 看过这些作品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专辑 你继续听的话 那些画面会回来 就是这些作品都不会消失 而是在你自己的记忆里面 好 所以以上是 我大概快速的 也 有点快 快速的去讲一下 小花七花的由来 还有经验 大概整个的过程 希望大家可以在 等一下听的时候 或者去看的时候 能用更快进入的方式 好 那接下来可能交换给 好 跟方曲中合作 其实除了工作上 比如说 我之前有几个歌手 所以在唱片的封面啊 那页设计上 也有任何曲中合作之外 其实小花也 也算是 之前对我有些合作 所以 他邀请我来 呃 应该说 先 因为主要是 歌曲 然后 創作者 然后跟 艺术家 合作 所以先找我 然后把 共享乐拉近 然后 我是以一个 随便安全制作人的身份 参与的时候 也是非常兴奋 我觉得说 就像刚刚 欢迎我讲说 呃 会有 朋友 因为 五月天来 因为我来 他会看到 非常各种面向的 呃 对音乐的表现 呃 要传达的讯息 其实 流行音乐要进入 所谓的 呃 美术馆 或者是 甚至 呃 比如说 呃 其实这个在 在现在来讲 都还有一点困难 呃 这个困难不是 有好坏之分 而是说 可能大家对于 所谓流行音乐的认定 他就有一个 或者是艺术认定 我觉得 用这个作品 来讲 他其实是可以 包裹更大的 因为 呃 呃 流行音乐就是 正在流行的东西 而就 正在流行就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那生活才是 我认为 流下的才是艺术 OK 是不是有点 艺术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们 我就是 我就是 那个早上九点起来 要做powerpoint的那个 我 我睡觉时间是 大概都是早上四五点 然后我为了今天 我就是早上九点起来 要做一个powerpoint 然后刚刚看了剧中的 的powerpoint 然后他们说 一来就是他们没有做 可是他们在十分钟 还是二十分钟之内 我看 其实做了还不少东西 然后你知道视觉艺术家们 就是会很多视觉 那我就是 很多文字 有两个音乐 好 那我们就是 你看 多丑的一个 大家这个powerpoint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还不错吗 我的脸就是那个 yeah 就是很快的那个 好 很难很难 要先讲 为什么 呃 娃娃会 不是为什么 就是说娃娃跟 我们这个合作 其实很久之前 就有认识 跟娃娃老师 很久以前认识 第一次合作 其实是在 晨山女演唱会 对 你不要把他拿麦克风 我给你备谈好 晨山女演唱会 在TICC的时候 记得吗 对 记得 记得 那个时候我是键盘手 各位是 就被总裁你整场 他们的时候 视觉跟 应该是影像自己 其实那次的合作 就是从当代开始 就是从当代 因为我们 那时候08年的时候 是在当代做了 数位数据的一个表演 ok 然后他看到这个装置 然后他就邀请我们 去参加他的演唱会的合作 ok 所以是从当代开始 我觉得那个是 朗基工的时候 哦 那是朗基工的时候 但是不像超级圈 好好好已经在 跟我们一起走 不好意思我们一起走 你跟近期认识是更长 ok 改成了04年 不好意思 然后那一次 那一次的 蛮特别的嘉宾也是我 对 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 很特别的 就是我是个键盘手 娃娃 那个时候是山女的特别来宾 对 但是那时候就开始认识 然后之后就有一点串的合作 包括剧场 包括这次改装法国的音乐 对 那 所以当 修和我们讲说 他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 你这次选对人了 好 很难得这个 好 我觉得近期的升级 可能会造成流伤 下一个点 我本来是想像 下一个 因为我不像 大家工作的时候 就会拍一些照片 你知道就是 纪录过程 我相信等一下 呃 宝兰迪奥会有些过程 但我们的录音 或者是 赔偿 其实是没有 没有一个一个纪录 我们唯一的就是三个人的合照 就是在飞桌上 然后我们知道 在录音师的合照 所以 好吧就是这样 呃 因为小娃进化 我们知道 他讲的是一个 失去这件事情 那 你 失去 感觉上是一个悲伤的事情 呃 在娃娃的经验里面 或许几年 他父亲过世 他的猫过世 然后 但是同时间 他又有一个新的 小朋友出生 所以 他在这种 这种 呃 两个生 两种生命的一种变化里面 我觉得他 有很多的感受在里面 所以也刚好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 要写在专辑里面 有时候会对 我们的判断或者是 会觉得是不是太沉重 是不是不太 个人 所以 这一次的这个合作 刚好我还可以 呃 整理或者说 把他之前的感受 放在这个歌里面 嗯 所以 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跟 跟 呃 好像很多 可能的 呃 表现形式 那这个可能 等一下可以让他们 他们讲 那但是在 歌词里面 呃 本来娃娃是应该要 词曲去写的 本来的设定是这样子 然后 有一天他就 先把 他的词就给我看 然后就是 我先 我先跳一下 OK 就是 大家会 看到 呃 可以看到 然后 呃 这就是他 他写的词 我觉得他的词 都有一种 非常强烈 可以对我来 非常强烈的 画面感 呃 他并不一定 讲 哭泣 他并不一定 直接讲 笑容 呃 但是他可以用很多的 呃 画面 小物件 去 呃 凸显 他要表达不起的感觉 那我是非常非常 喜欢这样子的 一个 文字的 比如说我喜欢 那个 作词 像李中盛 哦 他 也是非常多的画面 你看 想像那个一天末位 他就会讲很多 他看到的小东西 然后我也喜欢 那个诗人夏宇 他也是 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你可能 没有办法在 这些文字里面 找到一定的逻辑 可是当他变成 一个交集的时候 你 自己可以去 构建一个画面出来 然后 那个画面的解释权 就会在 各位身上 就是在作者身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 嗯 我们在做剧场 或者是 所谓的艺术 或者是 有非常非常相似的 一个特质 嗯 但我 本来还是 觉得应该是 我自己写的 他自己的 设定 这是一首 很悲伤的歌曲 就是他想像 也是一个 很慢的 一个 悲伤的歌曲 嗯 但是我其实 说实在 哇 这个 成他 风雨 他不知道哪 一根筋 对了还是 不对了 他就是突然想到 他要找 凤晓月 参与这个project 到底哪根筋 对或不对 他说 他突然想不到 他说好像在电脑前面 他突然想到 凤晓月好像 他问他 有些人给他说 他说 不然想到 很多人问我说 哇 这个组合很特别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没有 哈哈 OK 好 他也解答了 OK 其实没有 好 其实没有 OK 那 那 那 吼晓月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他其实很会坎吉他 那他也唱过歌 他上一个作品 上 上一个作品 是跟 回声乐团 妖容合作 大家知道 回声乐团吗 OK 那在上上的作品 是在电影《红甲》里面 他也唱歌 也谈的吉他 所以 我 就是 知道他的这个能力 所以 我要做啥合作 我做得很好啊 很好啊 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有不同人 加入不同的观点 然后可以 充富 作品完成 所以我今天带来了一个 很特别的 因为就连 Jo 没有发表 好吧 你都没有听过的 就是奉晓月的 E&M 我没有听过他 我没有听过他 诶 诶 好 拜託 拜託 不然你就说不要 不是他唱的 好 关于是他唱的 吉他也唱 他唱的 不过他唱的 你都没听过他唱的 而不过他唱的 你都没听过他唱的 我给他唱的 我唱的 不过他唱的 过去的昨日 逐渐去忘恨 关于那些不再来的修夺小分 躲在光线的影子里 窥视 躺在冰块的屋里 像梦诗 很难很难可以逃避 静止的一片 很难很难 过去想起你的脸 很难很难 心里埋藏 剧烟的一切 很难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快乐还在 但我不知道什么快乐 始终不还在 但你不在 让时间换来 躲在冰块的影子里 窥视 躲在冰块的屋里 躲在冰块的屋里 很难很难 可以逃避 静止的一片 很难很难 不去想起我的脸 很难很难 心里埋藏 剧烈的一切 很难很难 一下就不畏惧 好畏惧 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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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忘记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拍了 OK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拍了 大概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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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笑了 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个旋律 但跟各位印象中 如果大家已经有听 这个专辑或者是在网络上记得的话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不一样是主要是主歌 因为副歌 这个非常非常清楚 我发现受到这个旋律的时候 他自己 没有这么喜欢 跟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因为他想象的是一个悲伤的歌 所以这个节奏相对来想是坏的 虽然那 小悦在唱舞里面 他还是有一种 我觉得有一种 挣扎 或者是一种 矛盾的感觉在里面 但是 就是因为我还想象不一样 因为 制作人或者是歌手 在选一首歌 或者是听一首歌 有时候还是必须要想象 歌手的声音 能不能放在这样的旋律 或编曲里面表达 所以他自己对于这样的旋 他会 无法想象自己唱进去 会什么样子 但是我听了这个歌之后 我很喜欢他的副歌 因为他的副歌非常好记 商业的那个 商业的那个 商业 真的很好记 而且 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感受 就是说 你真的用一首很慢的悲伤的歌 去讲悲伤的事情 还是你可以用一个 中版的速度 带着一点希望 或者是带着一点过去的事情 去讲一件悲伤的事情 来的动人 或者来的 你要怎么讲 有对比 因为时间在过去 因为 你在一个状态之下 当你放到下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再回头看以前的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在 现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展 都已经不是在悲伤的当下 是在 之后 所以我就跟 博华讨论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 做这个节奏 做这个速度 让我们试试看 可不可以一来写主歌 我们奥尔他的自己歌 所以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正式的版本 但我没办法 让你们一起 就是边看歌词 边听歌 所以 我们来听一下完整的歌曲 下桌 沟通 wäre error 可不可以的 沟通是 之后 躲在光线的冰冰里回去 藏在冰冰的冰冰消息 阿难的那可以逃避 继织的一片一片 阿难的那始终想起一遍 阿难的那只跳过来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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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永远 快乐 还在那吗 我知道什么不快乐啊 雪中海开的你不再高 时间快乐 躲在往前的影响里会是 藏在你快乐屋里消失 很难 很难 可以逃避 结束的一片 很难 很难 不去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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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get 不去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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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寫上面的合作 但我就比较贪心 比如说如果只有写的话 其实好像没有真正的合作到 在声响上 在这个作品上 你可以真的用作者的身份 发出声音去跟这个作品有交流 所以我就还是说 问他的精神 可不可以包括唱 那我很压意说他答应了 是因为他很久没有 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歌手 但是他愿意在这个作品里面 然后比如说后面的那一段吉他 因为他自己弹他的想法 就是当一个中版的 快版的音乐结束之后 他自己画面的想象是 他有一个远远的一个广播的speaker 然后放出了一个人在 我再笑我们的潮毒 他在弹着 就听到了一个男人 男生在唱在 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想象是对自己唱 在一个很小的角落 能不能对自己唱 因为对真正的悲伤不是大 对我来说不是大喊 大哭出来的 而是真的很安静在角落的一个 悲伤的呈现这样 所以我觉得声音的活力真的是 因为我应该是在场听过 没有你们多次 但是跟画面连结最多次的人 对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听音乐的时候 然后还就一直看到那个光在跑 会有点中毒 而且我完全是在背出他的路径 而且我们在在测试的时候 好像是声音在测试的时候 我跟阿布在 因为房间里面很黑嘛 然后后面的一段 因為我自己也不會跟著唱 我一定會被 他就覺得奇怪 是他也在唱嗎 因為阿波的聲音也很像 阿波的聲音也很像 後來有完之後 我就跑去跟阿波說 那是你在唱嗎 然後不能說 不是你在唱 所以我們全部人都在唱 其實那房間裡面的人 其實都在跟著唱 這兩次有跟著唱嗎 是外長嗎 沒有 我們是真的都跟著唱 所以我覺得 就剛剛那個音樂一出來 就是那個畫面 就回到那個合作文章 對 那本來我們的合作計畫 其實應該就 這首歌做完 其實我們就一次了 就是最好 就把歌交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要做出一個作品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弄什麼 因為跟後來跟我們討論 其實也不太一樣 跟我們在會議上討論 很大一樣 他來的時候 他說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那就是我們在 他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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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只有一首歌的話 似乎 聽完了 就沒有了這些事情 好像還不足以 不足以讓大家 可以多思考一些事情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在會議的時候 我忘了你們知道 會議還在線上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我想像我可以 把一些 在歌曲裡面的 個別的parts 比如說吉他 比如說人生唱歌的聲音 比如說他的鋼琴 沒有鋼琴 一些keyboard的聲音 拿出來作為素材 我再去詮釋一遍 用我的 因為剛剛的這個作品 基本上就是 娃娃跟風小樂的 但是如果 我有了這些素材 我要再做一次 跟記憶有關 跟消失有關 我可以做什麼 那阿布就出了一個 他自己 因為他那時候 大概 你大概應該已經知道 你們要做什麼了吧 那時候 OK好 所以他就 心虛的 所以他就給我 一個最開心的 有些什麼 我記得 所以你打 我們三個為了 這個有 好 所以那個 那個 莉莉用用 而而 這個是我 是你本來就是這樣打的嗎 就是 蝶子還是 蝶子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我貼過來就是這樣 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我貼的時候 我貼的時候 沒有 歐巴巴 歐巴巴 歐巴巴的習慣 我蝶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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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給了我 他覺得 可以 我 沒有 我沒有 早上9點 沒有 我從你的訊息 好 早上9點 電腦大概也沒睡醒 好 所以他給了我一個 他自己想像的 可能的劇本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OK 那 我看了之後 其實我並沒有完全按照 他寫的 因為 他寫的東西 有時候其實是很 無法 在聲音上是無法完成的 比如說 他有手電筒 小小 手手電筒 小小人人模型 這個我就不知道 他要跟我講什麼 這樣 對 所以我就 但我大概可以 get到 他想要 講的事情 是 他希望 可以用聲音 再去重新 創造一次 或是重新 再 再 呃 詮釋這個歌詞 跟 跟這個空間的方式 除了那首歌詞 外 對 OK 好 所以 好 所以 最下面那一行 就是我自己後來想 可以是這樣 因為 我覺得人的聲音 是最 直接的感動 就是 即使你不懂他的語言 音樂也是這樣 聲音也是這樣 然後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 有時候你 某聽到一首歌 他會帶你穿越石頭到哪個店 而且是完全的 沒有邏輯性的 沒有 過程 直接降落在那個實踐上面 那 我 我對於聲音這件事情 一直很著迷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他沒有來由的 然後 甚至是比如說 我們看過一些電影 或者是真實的 狀況是 就是 當 病人 躺在床上 眼睛閉著的時候 人家說 其實你還是可以跟他說話 他耳朵是還是可以 聽得到的 所以他是一個 你無法主動 關閉的一個感官 所以眼睛你閉起來 你就看得到 可是耳朵他一直在接收的 嗯 那 嘴巴閉起來 不吃 對 那不要聞 就請死呼吸嘛 對 那耳朵你沒辦法自己關掉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很好的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 發展的一個 一個事情 所以我就 在錄音的時候 我也請娃娃跟傅小樂 他們 念這個歌詞 而不是唱這個歌詞 因為我覺得 唱跟念是不一樣的 我一直覺得唱歌是 說話的延伸 當你講話講話講話 然後你覺得 情感 以講話的這種 語調 跟 音高 沒有辦法表達 你要表達的事情的時候 才會開始唱 但反過來 講話有他的一個 更 真摯 或者是簡單的一種 頻率 跟速度 所以 我就 讓他們兩顆 也錄了 但那個時候 我其實還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就是 收集的素材 所以我們可以 稍微踢一下 這個有五段 每一段大概一分鐘左右 大概一分鐘左右 大概一分鐘左右 但很神奇的就是說 我給 好話男提供這些東西 他們如何去 排列注文 因為最後這個 這個 你應該沒有按照這個順序 沒有 但是我這個標題 123C也就是 給他方便使用 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 拿你來講 好 那第一個是 大家就聽到了 這 Maz Team Azok 走 1 踢 2 1 2 3 3 1 1 2 0 像那些不在乎的小红小粉 躲在光鲜的影子里 虧是 藏在硬坏的屋里 笑的诗 快乐还在 但我不知道是快乐 过去的拙遇 逐渐趋于缓和 关于那些不再来的小红小粉 躲在光鲜的影子里 灰絮 藏在冰坏的屋里 潮湿 快乐还在 但我不知道什么快乐 时钟还在 但你不在的时间快乐 躲在光鲜的影子里 灰絮 藏在冰坏的雾 我消失 很难 很难刻意逃避 禁止的一切 很难很难 不是想请你的脸 很难很难 心里买上剧烈的一切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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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以下就毫无委屈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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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 很难 很难 我心裡會有所謂的 我心裡會有所謂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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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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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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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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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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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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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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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